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换上了节日的鲜艳的颜色 算是像2020年这动荡的一年 疫情肆虐的一年靠别 也表达对我们下一年的一个憧憬 无论我们经历了什么 但是在2021年还会有更多的好运 所以提前祝各位朋友 网上的各位朋友 2021年新年快乐 今天我给您带来一部影片 叫《纯真年代》 这是一个美国影片 是由哥伦比亚公司出品 1993年出品的 它是根据 艾提斯沃顿的 1920年的同名小说改编 这个影片这个故事 改编的比较成功 他的导演 你看其实呢 他的班迪也比较 就是非常的 阵容非常的强大 他的导演是马丁·西克塞斯 主演是丹尼尔·戴·刘易斯 女主角由米雪菲福 女配角由维奥纳瑞德 这几个我们耳熟能详的名演员 虽然在1993年 已经时光仍然过去了17年 但是呢 我还想把它拿过来 这个电影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一说 就是因为 这个电影的故事和表演 和它的整个的作为一个艺术品 它的综合的把握度还是很好 而且这个故事本身 拿到现在也不过时 因为它就是一个 爱情浪漫的 这么一个清喜剧 马丁·西克塞斯 经常拍一些黑帮片呢 或者打的这个惊险片呢 他和罗普特·德尼罗 刚刚合作 去年刚合作 爱尔兰人也差点要 得到很多大奖 虽然擦肩而过 但是呢 也不失为一位剧片 而且他经常拍一些 美国的这些黑帮片 所以罗普特·德尼罗 阿尔帕西诺 这些人都是他经常合作的伙伴 还有中青年的 那就是 莱昂大纳多·德卡普利奥 他们也一起拍过 纽约黑帮 其中纽约黑帮的 第二男主角 也就是不止说 说配角都有点 就是不公平 就算也是一个大翻角吧 也是由丹尼尔代刘伊斯 和来出演 所以呢他们的合作也是 而且还是他 丹尼尔代刘伊斯呢 获得第二座奥斯卡奖 也是和马丁导演一起合作呢 说起丹尼尔代刘伊斯 这个男演员呢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他最突出的一个成就 就是他是 现在的世界历史上 能够获得奥斯卡奖 最佳男主角小金儿的 三次奖品获得者 那就是说 第一个是左角 第二个是薛瑟江志 第三是林肯 是和斯皮尔伯格导演合作的 所以他的就是 在电影事业的 作为男演员 他的艺术成就 还是非常突出的 所以呢 这部影片 这个阵容是没有说的 但是呢 他也获得了 广大观众的一些好评 但是只是呢 为什么说 但是呢 叫好不叫做 他只是在全球票房 当时只获得了3200万美金 而他的预算呢 有这帮大牌主演和导演 他们的这个片酬也高 他这个剧情呢 这个片子拍的是 19 1870年 19世纪后半年 这个纽约上层社会 所以他这个排场 恢复原来的这个场景 他的服装 他的一切一切呢 投资又特别大 投资呢 比他后来的票房都高 3400万美金 在当时也算是个大片 在现在来说 17年以后 不算是个大片 但是这个影片呢 获得了多项奥斯卡奖提名 只有 维奥娜瑞德 获得了最佳女配角 而且影片也获得了 其他的一些辅助奖品 比方说最佳服装设计奖 还有最佳剧本改编奖 还有其他的奖 他还是获得了几项 不是特别显眼重要的奥斯卡奖 那么咱们这个影片的背景说的太多了 因为这个影片那个阵容比较强大 所以我就多说了几句导演和主演 回头再说一讲一下这个 电影的这个故事本身 写的呢 是1870年那个时代 因为呢 他的小说原作者艾迪斯沃顿呢 比较擅长观察 以纽约和美国这些这几个重要城市 上流社会 当时美国这个 其实经济就比较发达了 已经出现端倪了 已经可以看出 他在20世纪 能够吃傻风云的这么一个国家 但是当时 他是一个半欧洲式的 半独立资本主义的 这么美洲的一个大国 但是他的上层社会跟欧洲有很多互动 既有欧洲的一些贵族的一些传统 又有美国新兴资本主义 这些贵族和上层社会 自由经济孕育下的这么一个社交圈子的一个特点 所以艾迪斯沃顿观察这些观察比较细 所以他写了一个美国的这种爱情故事 那也就是说青年才俊 纽兰就是由丹尼尔代刘伊斯 那时候他是青壮年的 很帅气 来扮演这么一个角色 他呢正在追求也是上流社会大家庭的这么一个美少女 她叫梅 这我们名字就简单一点好记 由维奥娜瑞德扮演的梅 他俩正在处在热恋当中 这个纽兰呢 在事业上顺风顺水 而且他家的家庭呢 虽然没有梅家那么显赫 那也是一个资本主义受教育的这么一个家庭 或者的话他也学不了花那么多时间和钱去学习法律 这当时就可以用倒推这种逻辑也是这样 所以呢他是一个处于事业 和方方面面都处于上升期这么一个年轻人 长得也帅气 人品也好也稳当 而且当时能做律师就说明 是一个很受人认可 很好的一个专业和这么一个完整的这么一个人设吧 这个故事就这样展开了 因为呢梅的表姐 Alan 她就是女的女性 也有Alan这个名字 所以她呢 现在已经成为了伯爵夫人 但她嫁的是波兰的一个 你看当时波兰这个王国 还有很多伯爵爵士 她嫁的是波兰的这么一个伯爵 但是呢她在欧洲呢 也和老公生活呢也很不快乐 老公是很冷血 而且是很名声很坏 而且对她呢也是不是没有 没有那种以爱情为基础的 那种夫妻之间的那种感情 所以呢 Alan呢就借故 就回到了 就是她的娘家嘛 想回到纽约社交圈 离开老公 来就是分开生活 当时就是能侧面的看到 美国和欧洲 这些上流社会的家庭 这些各种生活状态 梅的家庭呢 是比较支持Alan的 所以呢 替她的表姐 创造了很多和社交圈 重新建立来往的这么一些机会 但是呢 她们也彼此就是都很默认呢 Alan呢就回到纽约 而不是在她的冷血的丈夫身边 过着不快乐的生活 所以呢 你看出来纽约呢 还是一个就是美国呀 这个他们这些家庭圈子 还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接纳的这么一个社会圈子 那纽兰呢 也帮助她未婚妻的表姐呢 来尽快的融入这个纽约的上流圈子 所以呢 她的客户有一个老夫妇 特别的有钱有势 而且有号召力 所以这个富豪家呢 有晚会呢 本来是大家对这个 从欧洲回来的Alan呢 没有太多的感觉 没有要求 但在纽兰的这种沟河下 在车河下 那个Alan呢 也获得了邀请 这样的话呢 使Alan在晚会上呢 还能够推敲自己 能够重新找回 在美国人眼中呢 这种 自己的影响力 其实呢 Alan也好 美也好呢 当然是电影 爱情片嘛 这都是 这个女主角都是 很有特点 而且很漂亮 都很有个人魅力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人设 但是这部影片呢 他就回到他的整个的构下呢 这部影片是比较正能量的 我选的这么一部影片 不是一般的爱情片子 就是弄得很悲剧 你死我活 爱的死去活来 最后怎么怎么样 而这部片子呢 是人们都比较冷静 成熟 而且呢 做事情的比较含蓄 到最后呢 结尾呢也不是那么bloody 而且有很多正能量的一些东西 让我们现代人呢 回头反思呢 行啊 我们一百多年前 人类 这个他们的爱情观和价值观 其实也是满中规中矩的 既有传统 又有反传统的东西 所以这个两种倾向交织 这种矛盾呢 慢慢展现 才觉得这个影片呢 有一定的内在的张力 所以呢 当时Ellen呢 就在这个豪华的大晚会上 找到了自己 名媛的那种自信和感觉 而且呢 同时呢 有当时纽约很著名的一个很成功 也很帅气的这么一个中年金融冒险家 其实现在来说呢 就是对冲基金的这个 大经理呗 或者说对冲基金的投资人呢 就是叫朱利耶斯 也看好Ellen 明理案里 他就在追求Ellen 也就是说 当时的这个欧洲 可能是已经非常传统 但是实际在上流社会 这种 魂外之情也是 就是屡屡发生 发生 在纽约圈子呢 其实呢 也能看到一个印记 也可能是 不是太特别注重家庭的那种名誉的 这种新的资产阶级的爆发度 那就也毫不犹豫的 去追求一些有福之福 这也是这样 无可厚非 这个纽纜在一旁呢 就是这个男主角的在一旁呢 就是一个观察者的这么一个角色 是他帮助的推动和安排的 表解什么回归社交权的这么一个过程 但是呢 他渐渐地发现 自己的未婚妻啊 这个 当然叫这个 他就是这么 这个对象啊 还好啊 女朋友好 还好 这个在1870年 他就是叫未婚妻比较正式 但是他俩实际上 还没有一个 确定的婚妻呢 但是也是这么叫 他俩呢 一直是 相爱相亲 天衣无缝 这是这种郎才女貌嘛 而且妻子呢 未婚妻呢 梅呢 是无可挑剔的 长得又可爱又年轻又貌美 善解人意 从来不给纽兰添麻烦 而艾伦呢 作为表姐呢 是这个 作为对比呢 她是 总是有事情发生在她的身上 而且呢 她本身呢也是一个 非常成熟的 淑女嘛 她又交织在她身上的 有一些特点 比方说 反传统啊 对现代的 这个 当时的社会问题 和传统问题 有她非常独到的 深刻的理解和看法 而且她也勇于表达出来 有自己的主见 也很成熟 啊 所以她是一种成熟的魅力 而 这样的话 她这种魅力呢 不由得呢 使纽兰 本人呢 也受到了吸引 不管是美貌 而且是 她这种成熟和有主见呢 她作为律师呢 能够体会到 这是她的未婚妻 所表现不出来的 所以 她也被 这个艾伦吸引 所以这个剧情才展开的 越来越 越这个 复杂吧 这时呢 艾伦就明显的感觉到 这个纽约的生活更加自由 对 人生的理想 更加的这个 开始充盈起来 那么呢 她呢 更加坚决了 更反传统了 要放弃 或者夫人这个 这个角色 要正式提出离婚 这是一个大的举动 在当时社会 你分居 你在外面扯一扯 可能是一种社会状态 你的是 普通的个人行为 但是要 要 离婚 在那个时期 看来是 对 自己的名声 和对各个家庭的影响 非常大的 她老公坚决不敢 她老公 对美国这些新兴资产阶级 这个圈子 还有很大的影响 作为欧洲的名贵 她说你要是离婚 我就把对你一些不利的 对你家庭不利的 你个人 私得的一些丑事 我就给你公布出来 也不是有的没的 这事儿无法考证 所以艾伦呢 一开始呢 不退缩 还是要这么干 追求自己的个人幸福嘛 所以她这个电影是一种 对传统呢 是一种默默的抵抗 和对新的价值观呢 是一种探索的 这么一个人设 和这么一个走向 但是呢 梅的家庭 就是有点 守不住了 她有传统的一面 她要保护自己 整个家庭的名誉 因为这个 如果艾伦出点什么事 她整个家庭的说明一下 所以呢 纽兰这时候又站出来了 她就得作为说客 说以客 去说服艾伦 去撤掉这个离婚的想法 这样的话 大家都保全 那么艾伦呢 按正常呢 她那种性格呢 是不应该别人一劝 就退缩的 应该继续表达自己 追求自己的人生幸福 但是呢 纽兰这么一劝呢 她呢 就居然就同意了 所以也非常给纽兰面子 也让纽兰呢 很成功 在梅家呢 也表现得非常出手 就有效果 真是 也能看出来 实际上这个 影片故事的描写呢 也到这儿呢 我们也能发现 其实梅呢 对纽兰呢 这个年轻律师呢 也是非常欣赏 内心也是非常认可 所以呢 经过她这么一说服 她居然同意了 就说明 她两个人都是两心情愿 两情相悦 这时候呢 这个纽兰和艾伦呢 都发现 彼此 有这个意思了 而且他们在纽约独处 为什么独处呢 因为每一家 整个一家 冬天呢 他们已经去美国的最南部 佛罗里达州来度假了 所以她俩 这个纽兰呢 这个道德感 和这个传统感 是非常强的 她觉得我那不行 我在发生什么 不好的事之前 那我就得 赶紧离开 我这已经 劝阻成功 她就突然间 就离开艾伦身边 马上来到追到佛罗里达了 因为她不想这件事情 才发生的 更加不好和收拾 那么艾伦也是明白的 所以她到佛罗里达呢 就赶紧向这个梅求婚 催婚 就是说咱俩赶紧 把这个结婚的日子定下来 支持她 她的这个 要战胜她的潜意识 她的理智 告诉她 马上结婚 马上 因为梅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这个一方 而且她也是 确实也是非常喜欢梅 想为梅 和自己的 这个这一段 真正的感情呢 要负责任 所以虽然呢 她受到了 她内心另外的一个声音的召唤 和这个潜意识的一种 被吸引 但是呢 她正在做斗争 而梅本身呢 哎 这个 这个女孩是 本质非常好的一个人 她就觉得 这么不自然呢 那怎么突然就 要着急结婚呢 而且她提醒了 你要着急结婚 有可能 这个爱情就会 不一定幸福 因为你会 因为受到其他的原因 提前的婚期呢 就会有很多事情 还会发生 所以呢 梅还不是那么愿意 这个呢 这个呢 对于她 就是整个这几个人物来说呢 我们就看到了她这种道德感 传统的这种价值观 都体现了 其实梅 这个女孩子 确实是非常正 她一切她有所感觉 但是她不愿意 将她爱的人 或者她表姐的 她作为有罪推定 她去特别嫉妒 去冤枉任何一个人 她明知道有这个可能 但是她不去说 她去把人用很正确的方式 很隐忍的方式来表达 那意思 要给自己和给任何相爱的人 任何机会 我 这就是一个潜意识中的一个表达 我不想这个 特别的公于心己 这一点呢 跟现在的人不一样 也就是说 出身明文的这些人 还是有些人 非常 自出达理 而且呢 非常含蓄的表达着自己 对内在的 这个 对自己的一个真正的自信 我觉得梅 这个小女孩也是非常了不起的 但是一来二去呢 家庭也感受到了 她们之间的结婚呢 也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也 所以说呢 梅的家里 家里呢 告诉她们尽快 尽快结婚 就是更好 这里背后 有没有什么 这个 大家都有 有什么感觉呢 其实整个 这个事态是有的 婚礼后呢 这俩小两头呢 就是确实是非常快乐 这个毕竟是她俩两情相悦嘛 绝对是消停的好一阵子 但是 平静的生活不太久了 又被这个 人们又对内心当中 潜意识当中呢 这种猎奇 和这种 幻觉 又召唤了 所以呢 纽兰呢 又开始 又开始 在纽约 又和艾伦接触上 他们又开始这个优惠 虽然 艾伦这个时候呢 和银行家呢 实际上还是保持来往 你看 她这个人物还是相对比较复杂 因为艾伦 有艾伦的世界 和她的社交 但是呢 交往一阵以后呢 艾伦突然表达 她要回欧洲去 这也是令 纽兰措手不及 而且呢 在对艾伦的这个 告别晚会上 她妻子就是 就是没 也告诉 纽兰 她也怀孕了 所以呢 纽兰 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 那就一切都结束了 实际上 艾伦也暗示呢 她是没 早早的 就是提前 也告诉她的表姐 就是她怀孕了 那她 决定回到欧洲 永远不和纽兰来往 是不是和这个有关呢 其实应该是和这个有关 但是三个人 都受过很好的教育 都没有去捅破 很多很多事情 也就是说 这个三角链呢 为什么能以 不是悲剧来告终呢 说明每个人 都是非常 能够 找准自己的位置 没有 为爱情呢 做的 做事情做的 那么没有底线 对吧 所以都很含蓄 这一下子呢 小夫妻俩 变成老夫妻了 生了三个孩子 那么 纽兰从此呢 也变成一个 顾家 又支撑事业 做的任何事情 都中规中矩的 这么一个好爸爸 成功的律师 这么一个 整个的这么一个过程 而梅呢 在过了二十多年 孩子都 纷纷开始长大的时候 梅得到白血症病 就是去世了 这个时候呢 镜头就转到 57岁的 纽兰 被他的大儿子 订婚的大儿子 叫Ted 逼着 来到了巴黎 来旅游 而且呢 他领着 他爸爸告诉他 楼上有个公寓 就是我姨妈 艾伦姨妈 住的 我们是不是上去看 已经25年过去了 纽兰没有和艾伦 再有任何的来往 这一下子就勾起他 这个内心当中 对艾伦的怀念和爱意 他也很激动 也马上要去看 他俩就在楼下坐着 聊这个天 父子俩 也很 这个 这个惬意 而且呢 Ted 有意无意呢 就告诉他的爸爸 就是他说 我们也就是表达出来 感觉 这个理解 爸爸对这个 姨妈艾伦呢 也是很 这个印象很深刻的 别的他不知道 因为他就随口说了一句 妈妈 在临死之前呢 就是 把我拉到身边 告诉我 让我们放心 不要 悲伤 因为呢 你的爸爸是个好爸爸 为什么呢 因为 是我 向他表达 我最需要他的时候 他就留在了我身边 留在了我们身边 他放弃了他内心当中 深层当中 最想追求的 最想要的东西 所以孩子现在也明白了 所以就暗示罢了 但是呢 这个纽兰也说 我从来没有 要求过你妈妈 我从来没有跟你妈妈说 我要 就是 我要这样的追求 我要离开任何人 实际上呢 这是 梅呢 以前年轻的时候 他感受到的 而不是他俩在口头上 互相之间争执和表达 这就是 一种 真正的 另外的一种爱情的力量 信任 一种 互相之间的默契 所以这个电影呢 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其实很有 很含蓄 但是呢 也很有正能量 那么呢 扭兰看来看楼上 他听到了儿子 讲自己的妻子 对他这种信任 和这种期望 所以呢 他就选择 并没有上去 再去见艾伦 你看这个结局也挺小反转 只留着胎的 去拜访他的姨妈 去看望他的姨妈 而这个 作为 这个 老 已经变成 57岁的当时 就是老年人 这个牛兰 很悠闲的 坐在这下面 犹豫了片刻 扬长而去 溜溜达达的 离开了这个 巴黎的某处的 高级公寓的闹市区 远远的消失在 屏幕当中 这就是 电影《纯真年代》 带给我们的 一个 一个 柏兰不惊 但是也很 重归重剧的 这么一个爱情 影片 爱情故事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